看看新闻网 就不理会 我觉得是因为 尤其是老派的偶像 他们被塑造成 说谁老派的你 传统意义上的偶像 是不可以太有棱角 太有锋芒 他们就是一直被塑造成 就是要比较低调 这样才可以招所有人的喜欢 没有太多的争议 所以他就是 弱弱地表示出他的意见 其实我们的情人 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只不过碰到了 脾气更硬的几位爷爷 他好像就显得 没有那么的光彩夺目了 不相信的话 我们有一组视频 一同去看一看 秦爷爷的红散 秦翰作为几位爷爷中 年纪最轻的一位 在旅行途中 自然常常迁就着哥哥们 久而久之 哥哥们对于秦翰 竟然自动屏蔽了 这块不挺好吗 这块 这块地 大部分情况下 一间遭无失的秦翰 都会像这样 默默地装作啥事 都没有发生过 偶尔有些小抵抗 还得被哥哥们教训几句 咱们爷爷们 好像有机要玩一玩 这个儿童玩的 那不玩就给你走了 走了 要我看看都不行 你看你看你看 想玩的不能玩 想吃的也没有秦翰的份 其实秦翰爷爷的要求 也很简单 在美丽的巴黎街头 悠闲地喝一杯咖啡 到底是有多难 我的意思 赶紧看朋友一度 一有东西看完了 回家飞觉去 是是 你住着喝咖啡干什么 是是 这我就 我也不做 就我估计是那个 秦翰要求 完全不知道 哥哥们心意的秦翰 终于喝上了 今天的第一口咖啡 这味道肯定融化在心里了吧 太差了 太差了 那咖啡太不及格了 就是50分以下的咖啡 娱乐新天地 秦翰爷爷真心不容易编辑报道